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晏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谢谢大家 昨天捎来很多的祝福 同时也在这里也希望大家 祝大家股票市场天天开心 天天赚大钱 好 今天台北股市涨75点 从开高跌下来最多跌24点 可是很快的稳步的上扬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也是下跌收市 跌的当然不多啦 道琼小跌96点 纳斯达克跌7点 非常不好提跌1.1%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大部分都小涨或小跌 那香港今天因为放了长假之后 今天正常交易 香港跌219点 那日本昨天跌了300多点 今天小涨3点 其实波动都不大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开高压回 尾盘拉高 再创历史新高 大部分过期相对是比较强的 那今天你不要看75点 现在75点不多 现在75点只有0.4% 相当于以前的万点以下的30点而已 所以75点相当于万点以下涨30点 一点点而已 虽然说只有一点点 可是今天有70几家涨停板 70几家涨停板 所以指数不重要 我说过 这一波的行情会开始缓步的前进 不会再像前面那一波 走得又快又凶 走得4000多点 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台湾的经济不错 台北股市不错 可是也没有大到 有4000点的空间可以走 所以前面两波都走4000点之后 这一波会走得比较慢 那走得慢好啊 大型全资股的资金退出来 由中小型股领军来走 所以每天会很精彩 指数原则上可能 进二退一 进二退一 慢慢的策慢慢的走 用时间换取空间 中小型股一棒借一棒 所以这是一个更好赚钱的行情 你不要太在意指数 指数的部分 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 40天的区间 40天的区间 果然这40天的时间 台北股市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五来五去 瘦来瘦去 40天里面 来来回回来来来回回 到今天 已经是第几天了 今天第45天了 今天第45天了 所以其实最低点是在第38天 就到最低点了 那两天推高 40天一到就冲锋发起 又冲出去了 所以现在开始进入全新的40天多头行情 这一波的全新多头 不会像这一次 钱是那么凶 变得慢慢的走 甚至于走一走之后突然来个回马枪 跌个两三天 跌个两三百点 重新再来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重点在选股上 每个波段都有每个波段 重要的一个族群 所以每个时段 你要选对股票 选对主轴 就好像 11月12月跟1月 当时我一开始就跟大家预告了 外资作帐 锁定外资高持股 我当时压日月光 你看后来 台积电 联发科 台达电都去 你还要也都会贪钱 压对主流你就会赚钱了 压到最重要的标的 你就赚翻了 你看日月光 我们贪百多一趴 国际赚了一倍 过年前我有跟大家预告 这是过年前预告的 过年后全新的底部起涨股 在中小型 涨高的联电台积电 全部都要去后面 是不是跟他说一模一模 对过年后 所有底部起涨的股票 你看过年后在这里 对过年后在这里 8924大田 你看表现在 三五二六反甲 这个都是我们操作的股票 对 五三七中光电 也是过年后开始标 二三五七华硕 也是过年后开始标 技嘉 对不对 2108南地 是不是过年前都不动 过年后狂飙 今天又涨停了 升丰也是 过年前跌过年后飙 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过年后全新的底部起涨股 在中小型 很多让大家赚钱的机会 所以每一段期间 你只要把主轴抓对了 主轴抓对了 你就会赚大钱 所以这波行情的主轴在哪里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嘛 这波行情的主轴在哪里 全新的40天多头 主流会由谁来领军 还是台积电吗 还是日月光吗 还是国据吗 金融股有没有机会 中小型股不受限于指数 机会更多更活泼 所以这波的行情 你想如果依照我所推论的 指数的步法会比较满山 那原则上脚步一满山 台积电的机会就变旧了 所以昨天台积电涨一天 今天马上就停下来了 你看今天台积电 是不是停了啊 加权指数的部分 台积电不占指数 甚至于20大全值股 只占16点而已 资金全部释出来 给中小型股来用 很少看到这种 20大全值股只占16点而已 几乎没有占指数的 所以今天中小型股涨翻啊 所以这是很好赚钱的行情 你千万不要错失 所以我最近一直提醒你 台积电还有机会吗 外资 台积电还有机会吗 外资卖了这么多股票 他会去救投资人吗 当然我不知道 要看外资是不是菩萨心肠 我觉得是不要去寄望 你看你两天台积电 昨天一趴今天平盘 两天一趴而已嘛 你如果买台积电只有一趴而已嘛 你如果买2108南地 两天两基停办 两基停办不是20%呢 今天是除息 一开盘就秒填息了 一秒就填息了 台积电拖了13天 才填息两块半 说起来很浪费啊 13天才填息两块半 南地一秒钟填息 而且又涨停 今天南地要算起来14% 今天算起来14% 你知道一趟南地 我们对75块开始买的 你都知道啊 你们都知道啊 我南地买完之后 当然不是第一时间 会员的权益 还是要稍微顾一下 我把基本资料都给大家看完之后 南地三个18块 75块 74块半 80块 我都给大家看过啦 对 今天这天没的 75块没的 八十七个加码 今天129.5 含4块钱的席 加起来已经 几%了 已经70几%了 已经72%了 已经72%了 会再起来 很多人在问我 南地会去哪里 我哪知道啦 我又不是主力 他现在已经在外太空了嘛 对不对 南地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嘛 外太空是五远佛界的 他要去哪里多 所以你问我说会长到哪里 我哪知道 那你不妨可以扪心自问嘛 你觉得你赚够了没 你觉得赚够了 你认为你赚够了那你就卖嘛 你认为没有赚够那你就抱着嘛 反正已经赚那么多了 就算他回答下来 你随时要跑你都是立于不败之地嘛 所以与其问说南地也起压多余 那还不如你就问你自己 你觉得赚够了没 赚够了你就卖啊 无所谓啊 是不是 你看南地股本是49亿 相当于50亿的股本 最近很多重小型股 股本2亿3亿业绩烂掉命 然后拼命靠筹码在炒 很少看到这种股本不小 50亿股本走势用这种标法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不是人为炒作的问题而已 它是有实质的利多 而且实质利多会反映在业绩上面 所以跟大家讲过 第一季的业绩 只有可能5亿人起跳 5亿人起跳今年10亿人 现在比比13倍 还没关了啦 对不对 但以我的个性 我就没叫富汉国基母的了 我现在跟会员讲了 南地有的剖够 没的不要再堆了 老师还找新的股票 让你底部再买起来 这样才不会 底部没买到 还去队关 队路 一颗星七上八下 或许还会继续涨 可是你买的不安心嘛 对不对 抱的不放心嘛 所以这到底部的起当股就好了 你看6.82的升风 今天是不是又创高了 上礼拜是很多人去追高 追了之后小套 有点压力 你底部怎么会买到购的 队关是不是比较不好 所以跟大家讲 我习惯底部买完 高了我就不叫一直追高上去了 那你如果买底部的 你一颗星就不会悬在那边嘛 对不对 今天升风 259 259也是 到外太空去了 也是到外太空去了 无远佛界了 很多人在问 升风会去那几个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又不是主力 我只能讲 你赚够了没 你觉得赚够你就卖嘛 你觉得你还没有赚够 那你就把它留着嘛 反正上面已经没卖压了啊 有买的也就有赚 你知道一支股票 筹码最安定是什么时候 筹码最安定就是 当全部的人都赚钱的时候 因为卖压的来源 就来自于赔钱套牢 对不对 当你赔钱 当你套牢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卖嘛 那当大家都赚钱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卖嘛 所以筹码最安定的时候就是 当全部的人都赚钱的时候 那升风已经涨到259 全部五月都叹几 所以他几乎是没卖压的 要去那多少我不知道 这股本化税基 10.4亿而已 公司派大股东持股也高达85% 所以外面只有15%的股票流通而已 人家大股东都不会买 要买不买材利嘛 反正你都赚钱了嘛 对不对 南地我们已经赚70几%了 升风也赚 南地赚82%啊 两个多礼拜时间已经赚82%了 过瘾哦 升风也62%哦 但南地比较快啦 除权最大嘛 他最先除权他最大嘛 那升风还没有除权 可是后面爆发力我不觉得会输啊 因为他的筹码优势更强 他的获利优势更强 光是第一季的获利 搞不好就有10块钱的可能 9块10块我不知道 等这两天 3月一收发布出来 如果再创历史新高的话 哇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不得了了 对吧 8499顶眩 我觉得这支股票后面的爆发力 也不能小看 这个也没得了 你看我这里讲的 我是不是都是买底部的 我都买底部的啊 我跟大家讲过 强势股很多 可是你要有所选择 你要有你自己的原则跟方法 那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 专门在找那种 哇强势股的堆 啊落了的台 然后也没有在顾基本面 当套住之后回头一看 哇那撩得多钱 怎么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只买底部的旗长 我只买赚大钱的 股价在底部的 尤其是底部开始买进 你看到每一支股票 是不是都底部开始买的 你都知道了嘛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啊 包含今天 对冲态 是188 178 一路一直买 今天冲态也不错啊 冲态今天也起来啊 今天冲态尾盘也拉上来了 起7块盘 对冲态375 下个纯 107块 我们底部吃败 啊如果败你也不怕他嘛 对不对 冲态随时又充了 即将又要冲出去了 即将又要冲出去了 所以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当当从底部出发 公表事情 那钱贪不得完的啦 重点是你方法要对 今天航运股占了8.5% 钢铁股占了5.1% 很多人也在抢航运股 我跟大家讲过 航运股就跟三支 长龙 阳明 万海 这里面优先以阳明为主 因为万海可能会有一点官司的问题 因为你把人家运股搞成那样子 真的能够完全免责吗 我不知道 我希望他能够避开 可是恐怕没有那么单纯啊 公司第一时间撇清责任 是一定会的 可是后面责任最后起来 反而阳明 阳明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股价也涨得蛮高的 起来吃来 在操作上尽量就用短线就好 就不要一直在队管啦 尽量做队算就好 今天钢铁股 你看连中钢都起来了 美国的基础建设 台湾真的吃得到货吗 台湾真的有机会 分到一杯羹吗 我觉得是有限啦 可是话题一来 起量要插 党都挡不住 可是你要知道了解原因 真正有机会的是大成钢 可是大成钢我也不觉得 我也觉得是炒作话题 因为像美国那边 法案还没有过 法案什么时候会过 不知道嘛 过了之后 光是那个施工 光是那个基础建设 旷日费时啊 咕咕咚等等啦 没那么快啦 对那去年 所有金属材料大涨 大成钢还在撂起来啊 营收还大衰退 可现在美国在去年 整个金属的市场 其实是萎缩的 那利用这样话题 连插两天 要有党插多久 还看不到实质的利机 只是靠话题在炒而已 所以要税理啊 那其他 如果除了大成钢以外 其他你要吃美国的订单 可能恐怕会更难 恐怕会更难 所以你要分清楚 到底什么原因 我们来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的部分果然 台积电把机会让出来 给其他中小型股来用 华通今天上班了要注意啊 新高兵六千党 变两万三千党啊 七五月的底部已经打得很久了 七五月的底部已经打得很久了 今天这支刀 纵使玩假的 我们以最坏打算嘛 如果他是玩假的 那不对回来 够够你撩两颗嘛 撩两颗是撩 四颗够够五颗嘛 啊对 这波出去 反市就三十颗嘛 那你用三十颗 用五颗来赌三十颗 值得嘛 尤其他的获利 去年三点九一 二十年最好的一年 二十年来最好的一年 啊股价都打底打这么久了 所有说你买底部的 有人前正的买 啊老师再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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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ết 哪天然后 completed 对不对 你喔這樣子 一买就要涨一买就可以了 吃比较辣的 不要那么想你 Wer Cuando Brady 你会很难过 把你当成你 是一个正常人 买股票投资一定是要有时间的 只要是相对底部赚大钱的公司 买了让他套没关系嘛 他也套不死你嘛 哪天主力一归队你就赚大钱啦 对不对 你不用去拜托人家主力来拉嘛 不用嘛 不然他等你来嘛 早晚你要来的嘛 是不是 那这一涨起来 是不是又是一涨底部的起涨股 对 今天华通也开始在动 对 论泰权 腹帮筋扑下去又扭起来 二十七块够着鞍呢 这我没说 每天讲相同话 反正你就抱着就对了 你就要扑就对了啦 对 论泰权 公司愿意配他就好凶 配十块钱 够给碰到这样 那反而不配给论泰权 这个很恶心的 很恶心就不要再算了 我们来算一只 不要紧啦 今天台积电涨不动 连电也涨不动 日月光我在等它下来 我会担任日月光 日月光如果有来 我觉得也是机会 至少它的机会比台积电强 它的机会比台积电多 对 今天友达群创还在涨 外资昨天大卖 今天还在涨 可是我觉得已经涨到这里来 就不要再去追了 财经反正可以注意 财经反正可以注意 除了比较低价以外 你看差别在哪里 一个37%的毛利率 一个只有16%的毛利率 群创只有20%毛利率 所以最赚钱最高毛利率的还是财经 包含负债比只有14% 那价钱反而低那么多 但指标比较高 建议还是压回低价 建议还是压回低价 中光店不要再堆压 我在等卖点 你看这波中光店 又是80% 我在等卖点的出现 我的会员都知道 几块来要走 让我都知道 我在等它价格的来 好 旺市 先来啊 这来了 成交量比昨天增加两倍多 旺市 我是不是给大家看过 跟大田一模一样的图形 跟大田一模一样的图形 我们大田在这时候买进 五十八块一路噴了一百块去 现在当然又比较高 因为三月一说发布之后 创历史新高 穿起来就穿起了 没关系了 我们已经贪家手了嘛 我们六七八已经放口袋了嘛 那旺市一模一样的图形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 25天时间到 你看25天时间到之后 是不是就是最低点 是不是就最低点了 那现在这个套牢 现在已经开始在面对这个套牢 开始在解套牢啊 所以这两天只要一百三 一站上去 套牢一解开 整个香行才刚完成 是不是类似大田那样 香行一完成噴出去 无远博戒 会不会就很大 尤其目前最热门的话题 莫过于就是台积电扩大资本支出 那这个就是台积电的设备股啊 对吧 就是台积电设备股啊 亚洲最大的探针卡供应商 亚洲最大的探针卡供应商 去年美股获利8.4元 创历史新高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已经休息这么久时间了 是不是又一期底部的起当股 这个很多啦 你慢慢去找啦 我也不是就叫你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抵我抵 不是 我只教你我们的方法 你要跟单也OK 那你不想跟 你不喜欢 没关系 你去找你喜欢的 原相间 昨天打下去间又上来 原相也是在面对 前迫的套牢区 可是量已经出来了 也要解套的企图性 原相基本面就不用讲了 任天堂今年的销售量 在Switch的部分 会创历史新高 公司已经预告了 原相独家供应 感测晶片 那包含不管是滑鼠 或者是降噪耳机 或者是监视器 监视系统 都需要它的感测晶片 所以今年业绩还会比去年 成长30% 基本面都没问题 就看市场怎么炒而已 今天是怕公司拿不出成绩来 人们要炒也炒到够够够 只要基本面没问题了 随时你还一点火 就带着走了 那这帽林 也开始有要升温的味道了 去两口云 我也希望他能够带上来 至少没风险嘛 对不对 起码没风险嘛 最强的还是南地 今天MOSFIT也不错 很多利多啊 很多强势股 我也不可能党党都讲到 我们不可能每次都会 没那么多钱啦 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 少数强势的标的 对的标的 南茂三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台光店三月营收也创历史新高 所以集所有利多于一生 利多是还没有发酵 一旦引爆之后 最好不要出去 也是很可观的 冲套刚刚讲过就不再重复了 那今天高尔夫球干 被大田的营收创历史新高给带动 我们在这里被洗掉 大量卖掉 下来 差两块钱没买到 没买到这里一直没量 就没在减了 那没在减算了啦 无所谓啦 因为45港元 45天快到了啦 现在已经43天了 剩下最后两三天的时间 就不要去躺那个浑水了 好 今天技嘉维新 华硕 投机股先动 主力不会再在后面 华硕今天起两块 涨两块半 这个不用不想讲了啦 因为每天讲 反正你们都知道我的目标 对不对 啊你如果有就来剖的就好了 啊不然就不要去队管啦 再继续找底部的起掌骨 今天国具开始动了哦 要注意哦 国具开始盯动了哦 买房子开始挽起来了 国具已经起两天了 40天的整理 40天的整理在这里结束 40天的整理在这里结束 我说国具要看什么 国具是不是要看 日本两大厂的走势 日本两大厂春天制作所 这部门一支比较高 今天小长0.9% 另外一家 太阳诱店 太阳诱店今天 涨了2.5% 今天涨了2.5% 今天太阳诱店 也开始双底做出来了 所以日本两大厂朝一上来 国具就开始叮当啊 所以国具要注意啊 国具要注意啊 你看今天太阳能族群 所以今天强势族群太多了 太阳能股今天也全部都大涨 仓和今天起最多 哦 仓和今天起最多 开始叮当了哦 是不是又是人底部的市场股 开始叮当了 所以在这里买 不涨不跌没关系嘛 让它套一下子有什么关系呢 一旦行情涨起来 你就知道很可怕的 第一部的股票就是这样 上尾投控 昨天发布营收 三月营收也不错 二十天二十天 也开始要去啊 所以党场中底部的大涨股 好多赚钱的机会啊 所以我看到了四月份 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重点在于你用什么方式来面对 你用什么方式来获取你 四月份的应该要有的财富 我只买底部的起涨股 囤积底部具有股 我一直这样在做 你认同我的 我们一起来 这个礼拜天跟礼拜六 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中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四月的币买股 四月的币买股 哪些股票在四月份 你一定要买不能错过的 全新的底部起涨 我在演讲会场上 来跟大家做分享 礼拜六早上桃园 下午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 今天开始接收预约报名 报名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已忘记 七下午保险未来破例 且一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债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